各位同学好 我们复习一下四字一的翻例一 四字一在讲例的合成与分解 那我们前面有跟各位练习过 透过学习单的方式去练习向量的合成和分解 这一体你会需要用到的就是向量的分解 首先它说有一个法码是重w 重就是它的重量 重量用w表示 然后呢用两条绳子吊起来 左边的绳子有一个绷紧的力张力紧张 绷紧的力是400牛顿 T1是400牛顿 然后呢跟天花板夹角θ 右边的绳子的张力是300牛顿 跟右边的天花板夹角37度 就这样子就可以问θ是多少了 以及也可以知道重量是多少 那要怎么做呢 重点概念是合力为0 它会是静止状态 它是处于一个平衡状态 题目所说它是处于平衡 那静止就是平衡就是 静止是平衡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是等数运动 那么合力为0代表说 上下左右合力为0 它可以分为水平向的合力为0 也可以分为千值向的合力为0 所以我们就可以分 因为它今天的重量是千值方向 所以我们才会把它用水平向和千值向来分析 那首先我们就把它切成水平向和千值向 水平向这个方向 那千值向就是这个方向 那么我们就分为水平和千值的合力为0 来探讨 首先我们的T2呢 T2它的水平分量 其实就是T2然后呢 去乘上一个cosθ 用三角函数来表示 表示这个分量 它其实就是T2乘上sin37 因为这个角就是37度 所以T2乘上cosθ 那cosθ呢 是属于345的三角形 所以这里就其实就是300牛顿呢 去乘上五分之四 也就是240 这个代表的是T2向右的分量 是240 写成算式则是这样 T2的水平分量 就是240 那另外一部分是我们的T1的水平分量 T1的水平分量 也会是240 因为水平向和力为0 水平向和力为0 所以向右的力向左的力要抵消 好 向右的力就是T2的水平分量 向左的力就是T1的水平分量 好 所以呢 那这么一来 那这么一来 这一个 向左的 它就会是T1的cosθ 这个就是θ 那结果要必须要等于240 那我们写成算式就是这样 T1的水平分量 必须要是T1的cosθ 那也必须要是等于240 这样往右240 往左240 合起来才会是0 所以这么一来 其实就可以算出来 θ的 因为T1其实就是400 是题目所说的 所以cosθ 其实就会是400分之240 同除以8 三 同除以80 就是3 然后5 所以cosθ 就是5分之3 cosθ 5分之3的话 这个θ就是53度 所以cθ就是53度 好 再来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的话 要求这个w重量 那它用到的概念是千直向的 如果我们看千直向的合力为0 千直向受了一个重量往下 而T1的千直分量呢 就是这样子 那T2的千直分量呢 则是这样 也是可以用三角函数来表示 那写成算式则是 T1的千直 就会是T1的cos T1的sinθ 这是三角函数的关系 T1是斜边 T1是斜边 然后呢 千直向的这个是θ的对面 对不对 这一个 打勾了这个 它是θ的对面 所以是T1乘下sinθ 然后T2的千直向分量 也是T2 然后sin 这时候是sinθ的7度 那T1 T2其实都已经知道了嘛 所以 而且sinθ也知道了 所以T1就是 T1sinθ就是 400 然后呢 乘上五分之四 因为θ是53度 那sinθ 53 就是五分之四 T2sin37 则是300 乘上五分之三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向上的这个蓝色箭头 这两个蓝色箭头的大小了 这两个蓝色箭头的大小 相加以后 要等于W 因为向上的力和向下的力 加起来 等于0 才会是 合力为0 所以向下W 向上就是有T1的千直分量 以及T2的千直分量 所以这样一来就是 400乘上五分之四 320 300乘上五分之三 150 对不对 180 180 那这两个加起来要等于W 所以320再加180 就会等于W 结果就会等于500 就这样子就可以把 它的 法码重量算出来了 这一体的重点就是 我们要把 这个力量分解成 沿着水平向的 和沿着千直向的 分别去做合力为0的算式 这样就可以解完了 谢谢大家